哪怕逗留时空 故事在从头 我不忘你 小七我喜欢你 凭什么 什么凭什么 对啊 凭什么 你从一开始不就看我不顺眼吗 要不是我死沉乱的 你才不会让我进你公司吧 而且后面还对我发脾气 让我离开你的生活 虽然后来是有道歉的 但那不也只是道歉吗 跟喜欢没什么关系吧 你会不会是搞错了 其实我以前只相信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说谁 非谁不可 大家所说的 灵魂伴侣 天生一对 对我来说 那都只是编剧 他们想写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事情 但又想让观众去相信这些故事 其实后来我发觉 我并不是不相信爱情 只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我自己会这么幸运 我虽然过着 那么普通的生活 但却能遇到 这么不普通的你 你 你觉得 遇见我 是很幸运的事 好看吗 好看啊 这条项链叫做流浪北极星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送给你 北极星 它可以为人指引方向 而对我来说 你就是我的北极星 我流浪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找到你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小琪 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奇怪 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 跟她在一起还能完成任务 不如先答应她 好 那能这么说定吗 那我帮你戴上 好 一时才从头 我不忘的远中 什么爱的温柔 爱着你宇原来 只要永远瞬一切 忘掉你